MING PAO TORON 你好,Ken,Ivy,Ann 我們部門最必的設計師 黃禎型小姐,新來的主管 你好,Mr. Wong 你好,Mr. Wong 大家不用客氣,叫我晶晶就行了 莊先生跟我們開個會 公司決定把原本叫Wendy的公仔 改名為阿Wu 把他重新包裝,再推出市場 晶晶,不如你跟大家說說你的想法吧 其實…我這個概念很簡單 我希望大家不要把阿Wu當作是一個公仔 對,當他是一個自找相識的朋友 有勢… 阿Wu,跟Wendy有什麼分別? Wendy是一個公仔 阿Wu又不是,他雖然平凡 但是他有生活態度和品味 阿Wu,晶晶,晶晶,你這個想法確實不錯 也挺特別的 來 碰得好,公司下半年的重點製作就是阿Wu 整個項目都是晶晶的 我調你們三個過來是因為你們最有經驗 你們以後要好好和晶晶合作 April,這個項目沒問題 但我手上還有很多手尾未清 我怕金顧不來 公司知道大家辛苦了 不過老闆很重視這次的項目 沒有你們幫忙,我不放心 這樣吧,待會我請吃飯 當我慰勞大家,好嗎? 好… 明天我們還要見莊先生 我想多想幾個款式 還有幫阿Wu想多想幾個賣點 所以我們今晚可能會更晚 關我的設計,我已經說好了 太快了,你們給我一點意見 還有我自己也不知道用什麼布料好 給我一點意見 就這個 這個? 質感和顏色都不錯 但不知道是否貴的吧? 不貴,那些材料是個行家拿來的 有幾個顏色,Price list會有物價錢 這也挺划算的 Ken,我想回後面的衣服 再加一些衣服,例如你… 對不起,晶晶 我忘了跟你說我的手尾很緊急 一定要我去跟 所以今晚我幫不了你 Ivy,不好意思,晶晶 我們之前之前跟QT Cat的項目 突然說貓鬍子上設計有些問題 是…我們一向跟,其他人不知道手尾 是,我們現在先出去跟著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沒辦法了,我自己處理好 是, 晚上十點了?我明明塞了我眼睛 原來塞了明天八點 糟了, 今天我和阿龍都給我買? 是嗎? 吃得回來了嗎? 回來了, 我很累 你看看你, 你看你的樣子 還有, 第一天上班都不打電話給我 知道我會擔心嗎? 是呀, 抱歉 小心, 今天才坐下來了 你真是夢珠 是夢珠, 你知道了, 做人偷偷很辛苦 所以每天我沒有打電話給你 你不准讚我贏的 那你現在選擇我贏的 怎麼樣?做人偷偷做得怎麼樣? 都可以的 好, 好 我這麼大女孩, 第一次坐這麼大張海 我給你看, 照片都拍了 快點了 怎麼了? 真的很大 是嗎? 那同事呢?和我們合不合? 他們一個月的打電話也很厲害 我想他們一定會幫到我 三千元, 你吃甚麼? 不是你請的嗎? 本來不是, 不可能是 你第一天上班, 他們欺負你嗎? 當然不是, 他們說有大食材 我也覺得應該是我請的 是就最好了 你知道你的, 整天烏烏烏烏 我真的怕你被人欺負 當然不會 你小時候我讀書的時候 老師沒有教過你嗎? 只要你的心是真心對人好 人家是沒理由欺負你的 所以我有信心 我和你一定會合得來 老師有沒有教, 我就不知道 但我教你的, 你一定要記住 對著他們很簡單, 就八句子 心狠手辣, 手起刀落 誰不聽話, 就一腳踢他走 我就一腳踢你走 為甚麼? 我的肚子一說到鼓鼓聲 你也不拿東西給我吃 我不踢你, 踢誰? 先看看是不是? 踢你走 好 過來吧, 一早準備好了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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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幹什麼? 有什麼東西呢? 我知道你會遲起來 所以我一早準備好 熱辣辣香噴噴 很好吃, 薄餅 吃完了 好香 好, 吃完薄餅 繼續開通宵 還要開工? 對, 我也補儀車 還要用手做 早知道在家裡拿補儀車過來 搬補儀車過來 只是手提, 很輕便 不妨訂 不太妨訂 到時候我家裡 不就變成一個難民人? 你當我是難民嗎? 不過也是 你是被你爸爸說出來的 那你還不是難民 那你是不是變成了北斗阿貞? 沒有 北斗阿貞? 不是北斗阿貞 人齊了, 可以開始了, 靖靖 這次將阿烏重新改變 推出市面 要有新的構思和構思 我也想把阿烏重新定位 由六至十二歲的小朋友 這個標準 伸展到二十至三十歲的OL 我也希望把我的成長 作為阿烏的經歷 就像這次我幫他設立這批衣服 阿烏穿的是一條石無能的牛仔褲 是九十年代最優秀的 因為當時為了追上潮流 每個人都會把新的牛仔褲磨爛他 我想如果經過九十年代的OL 他們看到阿烏的新造型 一定會有很大的同感 等一下, 你的想法不錯 但是為什麼會用這個布料? 那什麼問題? 這個不是防火布 不符合施衣標準 根本就不可以用來做玩具 是嗎? Kent, 你有沒有提過阿晶晶嗎? 對不起, 報料是有些行街 剛剛拿上來的 我還沒時間去看完 不過要符合施衣的準則 這些是基本常識 我以為超級主席會知道 算了, 晶晶也是剛剛上班 晶晶姐, 以後你們三人 就要好好幫你們新的超級主席 這次就算了, 下次準備好一點 我不想在開大會的時候 才發這麼嚴重的事 晶晶, 再做 散會 晶晶, 你留下 你以為老闆留在裡面不是照廢嗎? 第一次推銷東西失敗了 我想他以後有很多藥之光 不是, 等他打算做我們主席那麼容易 沒沒大沒小 晶晶始終是你們的上司 那是事實 你之前也有什麼話說的 所有事都是你自己做的 你真是阿烏, 勤奮就勤奮 但是人家都要勇奮 你知不知道出來工作 太沒有機心, 很吃虧的 對不起 莊先生, 我想這麼大條拉 我想我真的無法處理 不如你調我出去做普通的設計師 我覺得你得先請你回來做主席 你這麼快就說不做 那我豈不是很沒面子? 阿烏這人是否敢放棄 你不要把他拖下水 他真的沒那麼失敗 你知道就好了 阿烏還在等你幫他翻身 一點苦楚就等於激勵 我對你很有信心 你這麼長的女兒, 還買這麼多娃娃? 小時候沒人買給我 就長大了, 自己賺錢 自己買給自己 要不然 怎麼可以幫我這麼悲慘的童年生活 那你搬了回來 你要什麼就隨時可以買 走… 嘉嘉睡在你的房間裡, 你睡在哪裡? 那我暫時先睡廳 那不是辦法 不如這樣吧 叫嘉嘉搬來和我的房間裡睡 我們兩個人住在一起 怎麼也方便一點 那朋友那怎麼辦? 和你一間房間就行了 好啊 男人和男人合格一點 記住, 老友的 老友歸老友 你別以為和我媽媽可以打遊戲 我也有很多規矩 你想打遊戲?不用指望 你這麼不夠老友的? 嘉嘉 嘉嘉, 要你和我那間房間 你不介意吧? 不介意 不用錢, 只能住, 只能睡 無所謂 Creeny, 掛到她了嗎? 還沒有? 收帳人當然有 想到我的氣都咳嗽了 我知道了, 小心點吧 怎麼樣?沒有, 現在避無可避 不就在親戚裡住 多幫你沒辦法 我們遲些再電電, 好不好? 再見 日本溫室蘋果, 合不合? 真棒 你朋友嗎? 是呀, 我全香港只有她一個朋友 對了, 你有沒有工作介紹? 我等錢花 我也在做散工 收入也不會那麼穩定 不過明天我有份工作要見 見你這麼好人 明天幫你照顧兒子 沒有湯沒有欠 你覺得這些蘋果很棒 是你爸爸買的 其實你爸爸這份人不錯 你跟人家說他是親戚 好像冷淡了一點 你以前小時候有很多東西不知道 你們分開, 他們也不想的 他愛你嘛, 你就覺得他好人 你別這麼說 你爸爸他真是好人 他又肯幫人, 又不計較 有, 每樣東西都無所謂 他回去當警察 都當是進收樓場去幫人 你在這裡住 還要多點接觸 你知道我沒有騙你了 說嗎? 全世界的好男人死光了 聽我說吧 我不想聽, 睡吧 怎麼搞的?這麼難打 娘, 你有沒有玩過這個遊戲? 一早就玩了 你有沒有這麼聰明 幫我過關吧 我做幾項功課都還沒做 我幫你做功課 你幫我打遊戲 也好 嘉嘉, 開門 別以為這裡不用還錢 開門了 這麼好?真的假的? 不用怕, 有我在 你跟外面的人說沒有這個人 你們找錯了, 這裡沒有嘉嘉 小子, 別說謊 我跟了你幾天就躲在裡面了 開門了 開門了, 小子 要不是燒掉你的家屋嗎? 這麼兇?會不會燒掉他們? 不會 待會我叫你做什麼你就照做, 知道嗎 但你就是不開門了 我去做事了 要不要這麼兇?嚇到小孩了 肯開門, 糟了, 妹妹 懂得做, 還錢 現在就還給你了 糟了, 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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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了, 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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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糟了 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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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了 糟了, 糟了, 糟了 你們在這裡幹什麼? 黃師傅 他們想抓姐姐走 不用怕, 膽怯有我 你們都夠沙膽了 在我黃師傅的地頭搞事 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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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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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給你三天時間還錢 要不然我抓你死中藥出中 黃師傅, 你沒事吧? 沒事 昇仔, 你沒事吧? 沒事 好… 阿寶, 到底發生什麼事? 你還說? 你找到女兒也不告訴我 我為了你的女兒 又像人家打得絆了 你看看… 條數怎麼算 你在電話說話又不說話 難道你被人打成這樣 也說要問她的女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能否當作不成? 我能不能當作不成? 我能不能當作不成? 我能當作不成, 我能當作不成呢? 我能當作不成, 而且是一件事 我以為你當作不成, 我也能當作不成 我現在都會當作不成, 你們都會當作不成 我和你當作不成, 你們都會當作不成 我拿你 什麼事? 天狗 你好,誰?天狗那裡不叫聲? 警察 大哥 天狗,做了大哥不認識人了 火Sir,很久沒見了 坐下慢慢說,坐下… 你們大哥,我做小時候 火Sir很差我,自己人 怎麼樣?火Sir,找人有什麼事? 天狗,以前你做我的資金 我支持你,大家沒拖沒拖 我先問你一件事 你是不是認識那個女生 叫嘉嘉欠你錢? 是,怎麼樣?你女兒來了? 她是我女兒 還有,你是不是找人去搞過去? 火Sir 誰債還錢,天經地義 她不還錢,我們淋她的東西還行 什麼? 火Sir,好像說錢一樣,不是吧? 不是 火Sir 我們沒人知道那個是你的女兒 你怎麼搞我女兒呢? 火Sir,我們很害怕 不如這樣吧,搞大我派對去吧 我看你怎麼打拖 搞大她嘛 我看香港政府是不是讓你放棄你的 天狗,收不收? 不收我就把你放回去 你嚇鬼嗎? 十二點八,我都很大 你嚇鬼嗎? 坐下吧 火Sir 我給你面子給我 雙方,寫一張收據給火Sir 雙方 但記住,下筆為例 謝謝 謝謝 廖哥,那群人出得遠了 你走得了沒有?我去等你 廖哥,其實這次真是謝謝你 要不然只有你,那群人都不知道怎樣 你現在知道誰奸誰忠了嗎? 我一向都知道你是忠的 是你生氣了我們而已 是呀,一個二個都不管我 我進了醫院都沒人來看 沒人管我,真可憐,沒人管我 你別這麼說,其實是你的女兒珍珍 別管,壞女 老爸 我打電話給你珍珍,她就馬上趕來了 其實她很關心你的 老爸 你怎麼樣?你沒事吧? 沒事,被人打幾刀而已 怎麼辦? 就算是你真的哭了 是呀,很可憐,沒有人來我 那我回去和你摘一下,好嗎? 你摘一下吧,勢力一點 我們製作品準備將之前推出的 Wendy公仔 重新包裝過,改名為Wu 再推出市場 將舊產品重新包裝? 沒錯, 它會是我們的重點投資 我們會放超過百分之五十的資源 不如讓這個項目的項目 跟大家詳細講解一下 這樣…經過我們的詳細調查 分析過二十至三十歲的職業 O.L.他們的消費能力非常高 我打算將阿烏由一個公仔 變成O.L.的朋友 大家都知道 很多O.L.雖然外表很平凡 但他們都著重外表的打扮和衣著 所以… 先慢著 我來幫她聽 我來 不是吧?設計這麼出色, 材料也不順 你看看, 還脫皮脫骨 跟以前有什麼分別? 我沒見過O.L.穿成這樣 不是, 現在的關係 我暫時還沒找到 又適合安全標準 又適合顏色的布料 不過這個是先看板子的 你們放心 到時候出來的時候 沒有全部改過它了 怎麼改也沒用 這個公仔失敗過的 我真的不明白 這麼多事要搞 為什麼要搞一個公仔? 不是, 跟之前真的很不同 我希望客人不當他是一個公仔 而是當他是一個朋友 行…我明白了, 你先坐下來 我先坐下來 Aaron 一個這樣的項目要投放這麼多資源 我身為主席有責任 跟其他股東交代 對不起, 我不可以贈醒 Tim, 我明白你考慮 但是製作業是我負責的 我很清楚市場是怎樣的 我覺得這個項目有得做 如果失敗了, 我會負責 但我希望你尊重我們製作業的自主權 不如這樣吧 看看其他部份怎麼看 怎麼樣? 負責任 負責任 技術 如果大家都沒意見 就這樣決定 但我希望各部份全力配合 好嗎? 好… 製作業是由你負責的 好, 你說怎樣就怎樣 剛才那個會是否真的叫PASS 既然CEO沒有反對, 應該可以吧 剛才是我的老闆老闆嗎? 剛才那個不僅是CEO 我還是莊先生的親老闆莊文康 是負責我們公司行政和財政的 不過他一向跟我們BOSS有不妥的 如果連他都說得, 沒人敢反對 是呀, 晶晶 其實我最近手提上的工作都做了 如果有什麼需要 儘管開口, 我一定會幫你 是呀, 晶晶, 我一向說你可以 現在班老闆都排了辦 我們以後一定會全力以赴 粉身撐你的 謝謝你們 現在師傅和阿邦, 遲不遲一點 如果早就齊心 剛才就不用這麼丟架了 你們別以為我坐在房間裡 什麼都不知道 你不想做可以不做 莊先生, 其實與我們無關 是我之前做得不夠好 你給他們一個機會 這個項目要成功, 要靠團隊 對, 留了一群無心的人在這裡 只會搞我的項目 你們三個聽著 如果你們以後都是這樣做的話 就不用再上班 走吧, 這個項目不用理會 Aaron, 他們三個真是能幹的 你這樣做會不會… 我不管, 我要的是團隊 不齊心, 多厲害也沒用 但你稍後調走這些人 我哪有用的? 再請過吧 晶晶, 我沒人可以介紹 其實我之前也有兩個好朋友 一邊幫我, 還有污衣衣服 那就好, 如果他們可以 叫他們來見公 爸爸, 你真的要說句公道話 弟弟再這樣搞下去 我真的不知道應該怎麼做 但這些事我交給你們兄弟負責 你們應該自己解決吧 不是, 是你給個拳的打製作業 有些事我就不方便說 但為了公司的利益 我又不可以不說話 弟弟這份人太固執了 那個Wendy的娃娃不行 不必找些錢來浪費 進來 焗了一杯心茶給你 細媽 說得這麼生氣, 我在門口也聽到 怎麼樣?又為了個弟弟嗎? 他不適合, 你就說一下他吧 你才是公司的總裁 細媽, 你這麼說我才發聲 弟弟這份人太衝動了 也不懂得看著公司的帳 還有… 爹、媽媽 大哥 幹什麼?繼續吧 好, 聊聊聊天而已 利大哥說 你準備將公司的舊貨 重新包裝, 推出市場 有沒有這麼多事? 是, 有什麼問題? 廢佬, 爹地是有名譽有地位 公司的聲譽很重要 這麼多項目不要搞 為什麼總要搞個舊公仔? 虧了錢沒所謂 但我不想讓街外人笑 說我們公司保守 找些舊貨回來, 翻身吃老本 我不同意 只要這個項目有效 不用管街外人怎麼說? 那個公仔能賣 自然會省領公司的招牌 可以的就省招牌 不可以的就拆招牌, 你明白嗎? 夠了… 我經常都跟你們說 兄弟同心, 其利斷金 總是要狗咬狗屈 其實你大哥說的也有些道理 明天回公司好好談談 如果行就做 不行就不要勉強 大爹, 我回房間休息 我回房間休息了 算了, 文熙 那就當是忍讓你大哥吧 做事還做事, 明明他不對 媽媽, 為何總要我讓他? 文康的媽媽死得早 我這個做小媽媽的 當然要每次都忍讓她 不然人們會閒言閒語 你這樣也不看了, 媽媽 行了, 我何時不聽你說 誰叫你是我媽媽 你才好說 媽媽經常叫你不要只顧著做事 有時間就去認識女生拍拖 你有沒有聽過媽媽說? 你還好說, 你經常黏著April 讓她當作我的男朋友 如果我不是給你面子 我早就跟她翻臉 April是你大媽的兒生女兒 你真的要讓一下她 我盡量吧 莊莊, 兩位是我昨天跟你說過 我的好朋友 是, Mr. John Mr. John, 你好 以兩位的學歷和經驗 要升任做我們公司的設計師 還欠缺少許資格 我建議你們不如由Junior做起 行了 晶晶, 你跟他們談好條件沒有? 都談好了 我相信你眼光, 就跟你的條件去做 那你就請了我們了 你們以後就盡量配合晶晶 張先生, 你騙我了 我們一定會睡覺地去配合晶晶 謝謝小張先生, 謝謝小張先生 我還是覺得燈不夠光 還有我想要多幾個食譜 我明白了, 張先生, 我出去教教他 這麼巧 表哥, 你待會兒去出海, 我陪你 我因為有點不舒服 下次再說吧 我去看看, 這裡還有你 這裡就是我們的設計室 公司的所有主打玩具都已經吹在這裡 很多玩具 你看看他… 看我這麼多 你看看他學高了多少 他比你漂亮 什麼? 謝謝 喂? 莊先生, 我是晶晶 我剛才在玩具房裡撿到你的錢包 我真的失魂 但是我現在趕著出海 你…你有沒有時間? 你方便嗎? 拿回錢包給我嗎? 好… 謝謝你 你的船就派在上次碼頭上 你記得我嗎? 我知道…我現在過來吧 莊先生…你漏了我的錢包 謝謝, 可否拿上來給我? 你的錢包, 莊先生 謝謝 舉手之勞而已 如果沒什麼事, 我先走了 慢著…你去船尾幫我解 要船艦他 快點 快點 表哥, 等等啊, 表哥 表哥, 等等啊 表哥, 等等啊, 表哥 不好意思, 我剛才趕了開船 我在附近碼頭讓你下船 怎麼突然停了? 還沒進去 還沒進去 那怎麼辦? 找人去船 喂? 喂, 陳大計? 是呀, 我是Aaron 喂? 喂? 喂, 你的電話收不收到? 一格都沒有 стан 怎麼呀? 是否會打電話? 打不到 怎麼辦呀? 那看看如果有船人 不過可以幫我們 再不然就要叫水已經夠了 我這裡冷了, 回去坐吧 不用了… 你是老闆, 我是火機 不是很好, 我在這裡站就行了 現在也坐同一條船 還分什麼老闆和火機 我現在就是這艘船的船長 你就是乘客 乘客就要聽船長的話, 回去吧 是不是呢?來吧, 不要摸過了 來, 坐吧, 坐吧 你一定是冷了 麻煩你 這艘标怎麼這麼熟臉 是不是上次掉下海的那個 還好說, 我在碼頭上 潛了三天水才能找到 三天水? 這艘标對你來說當然很重要 我知道了, 當然是你女朋友送給你 好, 肚子餓了, 去找東西吃 餐标對嗎? 不用客氣了 來, 乾杯 怎麼了?還沒見過人煮麵嗎? 不是, 只是想不到你這麼熟悉 所以說你們的人 整個有色眼鏡看人 對, 我有點家底 但不代表我甚麼都不懂 我好想讀書時甚麼都自己做 何況煮個麵 有船了… 救命呀…快過來呀… 不用這麼興奮嗎?上身嗎? 甚麼?縮死楊關, 當然要喊得大聲 救命呀…過來呀, 救命呀 這邊呀…看得到嗎? 女兒出院又不回家 還沒跑去哪裡? 現在年輕人都是這樣 你們父女剛見面了 看見她別煩惱了 她走了, 都不知道要怎麼回家 別想了, 我們去老尖的機店 好, 去找個房子吧 羅Sir, 你的女兒 嘉嘉 別走 不如你走 好, 你的女兒 阿娘, 你的女兒 來吧, 弄傷職糧, 起來 火Sir, 別追了, 走一走 來 火Sir, 有個案子 偉哥, 偉哥 你叫我 扭傷奶姐, 沒甚麼事 怎麼反擊 有個閒山下發現屍體在這裡 鑑證科班兄弟還在做人 死者雙手被反綁 無名指標撤出 赤黑社會執行加犯 火Sir, 我們很害怕 不如這樣吧, 搞大就拍完他吧 我看你怎麼鋪鋪 這個死者出貨華D 真名楊樹森 表面上看來是個古惑仔 其實他向我們警方兩年前 派到天狗身邊的臥底來 這個就是天狗 真名是陳天欣 35歲, 中國籍男子 是老尖這期最出位的大佬 他包槍避堵, 走私放素 幾乎犯犯都做齊 我們警方早就想抓他 不過一直都沒有足夠證據 不過這次我看他未必這麼幸運 我們查到, 在華D遇害之前 他有跟華D聯絡電話的紀錄 也就是說, 我們有理由相信 他們知道華D的臥底身分之後 將他殺人滴頭 如果天狗真的殺了華D的話 一定會遺罪前途 現在我要大家做的 就是把天狗抓回來 將他緝拿歸案, 知道嗎? 是, Sir 好, 有消息的話立刻通知我 華Sir, 有件事, 我也應該通知你 什麼事? 前幾天我看到火Sir和天狗 在火候店聊天 雖然我不知道你在談什麼 什麼關係 但如果被火Sir猜到這件案子 行不行? 有什麼問題?火Sir不是這種人嗎? 你可能覺得我多心了 但小心, 用得曼龍船 放心吧, Kuhlman, 沒事的 你前幾天見面了, 給點心 你要說個道友出來 天狗究竟在哪裡? 我真的不知道, 曼Sir 不知道, 我們這次死了兄弟 你不說出來 你以後也不用遮蓋我療症 知道了…我也收到一些風 收場, 大哥 你們聽著 我要走開一下, 幫我看豬家人公司 收場, 大哥 大哥, 很多警察上來 去呀, 走… 走, 走開, 走… 追 別走, 走… 我 超新的平衡 別跑 別動,站住,不是開槍 霍Sir,別這麼盡力,給我走 別跑 錢也有,分進去 白痴 什麼? 不夠嗎?我給你,給你 再自己 靖雄,你走,靖雄 靖雄,你走 靖雄 靖雄,別走 被你走掉了 這次真不可憐 其實抓到蝦帽 反而被天狗跑掉了 霍Sir,你這麼差勁 你這麼好打,又捉不到那個天狗 不好意思 最好是弄傷了一腳,我也不想 LuLu,你怎麼搞的 有哪一次抓拆霍Sir,不是拼命 你這樣說霍Sir不對 你神經病 我看人家都沒有了 我打算說笑而已 猜什麼?你又幹什麼? LuLu說得了 霍Sir沒理由這麼容易被他犯罪 行了…那究竟為什麼? 你們自己問他 他根本就是身有事 你有想怎麼樣?German 什麼事? 霍Sir,我要投訴 你要投訴?投訴什麼? 我懷疑火Sir他殉屍 接受天狗賄賂,故意放走他 German,你想清楚那字好說 李悅行是很嚴重的指控你 我沒有誣蔑他 我親眼看見天狗,給錢火Sir 只不過因為我及時殉屍 你才不要收到 你誤會了 當時的情形根本不是你所說的 是嗎?有沒有看錯? 我沒有看錯,我看得一清二楚 還有,之前我見過火Sir和天狗 一起搭檔吃飯 你們倆根本就有男 還有,你想想,火Sir這麼好打 天狗怎麼會這麼容易打鬥 根本就是你故意放走他 我沒有放他 是嗎?我去找天狗,是為了我女兒的事 我和天狗一點關係都沒有 這件事,火Sir早就向我申報過 我認得死者 那天我為了一個女兒的事,我找過天狗 我沒理由為了這一點,懷疑火Sir 再說吧,即使火Sir真的再好打 也不一定捉到一個賊 是呀,火Sir弄傷了腳 偉叔,我覺得你最少要為這件事 向火Sir述速調查 沒有這樣的必要 我相信火Sir的為人,他絕對不會這麼做 那你真的要包庇他? 我包庇他?我怎麼包庇他? 好,那我問你 在行動之前,我跟你說過 火Sir和天狗一起 火Sir,你說沒問題,那到現在出事了 你居然說不用調查他 那還不是包庇他? 那你想怎樣? 我這麼辛苦才找到天狗 我不可以就這樣算了 如果你不做事的話 我會把你的事直接報告給中上 這個人你認不認識? 他是我失散了十幾年的女歷,Sir 你是不是幫他還錢給天狗? 是 我接到投訴 我在行動當日,你是故意放走天狗 我會正式向上頭申請 對你作出內部調查 由今晚開始,你暫時休假 Sir,阿火在這裡把這件事向我申報過 我們沒有足夠理由來懷疑他的 在表面證據看來 阿火的確是有可疑的 對他作出調查是適當的程序 你相信我,Sir 我以人格去擔保,阿火是清白的 韋Sir,你冷靜點 我們警察做事是說證據,說程序 你應該知道的 那好吧 如果阿Sir堅持阿火休假的話 我也申請休假 你好像真的很明顯 走 不能見 你心靜點 你會有多接受 你沒理由 在酷 燧 火師 OK 你 我吃